大家好,我是張凱維 我是台大物理系博士班 今年是博士安學生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選定的這本讀本的第五章 它是Signal and Wave at Earth Spaces 我們現在來做很簡單的介紹 這一章的內容主要是針對向量空間 還有向量的一些基本性質 做一些基本的介紹 那我想有很多的內容 應該大家在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學過了 那今天其實也算是跟各位只是做個複習 那順便再加一點點 而且還有額外一點點簡單的內容 那好,所以今天呢 我的目錄我首先會跟大家回顧一下 向量的概念還有向量的介紹 再來會跟各位提一下相量空間的定義 還有就是什麼是信性獨立、生成空間 那另外還有像我們高中就已經很熟悉的內積 還有範數 那相量的夾角我想大概應該在高中的時候有學過 那正交,像正交之類的應該大家像 正交也就是有像垂直的概念 大家應該也都是很熟悉的 那假設給我們一堆向量 我們怎麼樣讓它變成互相垂直 或者是互相正交的向量呢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用一個方法 叫做格拉姆施密特正交化 那也會跟各位做簡單的介紹 那在課本最後也有提到線性展開跟導空間向量的概念 那最後也會一併跟各位做個簡單的介紹 那首先呢我們來回顧一下高中學的對關於下量的概念 那下量的概念呢 跟發展它是源自於我們對幾何探索 幾何上的內容到底能不能跟算數裡面的數字一樣加以運算 可以做加減乘嗎 那如果二維或三維空間裡面的東西 這是幾何它怎麼樣跟數學運算產生關聯 那如果可以它又是什麼形式 那首先我們先最簡單回顧一下高中教的內容 那我們高中的時候告訴我們 等一下我調一下那個話題 我們高中的時候學說 向量是有大小跟方向的量 就是用一個箭頭來表示 那高中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們說 它的長度代表它的大小 那它箭頭指向的方向就代表這個向量的方向 那這種概念可以讓我們很容易視覺化向量是什麼東西 那我想高中的時候大家可能有學過一點物理 那一定會舉這個力平衡 說我們生活裡面有一些量是可以用向量來表示的 比如說力 那這兩個例子我想大家應該都看過 像二力平衡跟三力平衡 就是說這樣子我們看到它們長度一樣 方向相反 所以我們說它互相抵消 那三力平衡就是向量分解之後 會互相也是兩兩抵消 這種用箭頭來表示向量的概念 雖然非常直觀 但是它有這種缺點 就是它很難加以運算 它只能提供我們圖畫 但是你很難進一步的去做分析 那所以高中的時候 我們將向量到後面也會提到直角坐標下 表示向量的方式 那我想這個圖 這個W就等於V加U 這個向量的等式 那下面這個高中所用的符號 比如說W是33 V是31 那再加上02 我們就可以把向量用這種方式寫出來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向量的疊加 所以到現在我們高中的時候 跟我們建議的觀念就是說 好,向量是可以疊加的東西 然後向量可以用這種 在直角坐標下可以用這樣的來指來表示 那這些概念看起來好像都很簡單 但是其實在歷史上的發展 它不是這麼順遂 它也是跌跌撞撞慢慢的才進步 用這種方式來講向量 那下面我們用簡單 我們就選了一些我覺得 最基本的向量在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簡單的事件 來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那我們在17世紀的時候 我們這個迪卡爾先生呢 他就已經開始在想說 幾何上面的東西能不能跟算數扯上關係 所以他說了下面這一句話 他說啊,就算算數啊 他的運算有四到五種 加減乘除開更好 那他認為說在幾何裡面 線段呢就是增加或減去線段 也就是說像下面這個圖所示 AD是AB加BC加CD 這個等式 所以迪卡爾其實他已經就開始在想 欸,我怎麼在幾何裡面引入像算數那樣子 做計算的方法 那這樣的話我們會發現 迪卡爾的想法是在一條數線上 那其實也就是在我們所謂的實數上面 他在做這樣的思考 那也的確啊 我甚至可以說 這個線段是其他線段的幾倍 那線段也可以減 也可以加起來 不過這就是迪卡爾 他一開始對線段 也就是 我們也可以說 這就是意圍上的向量 他最初步的一些簡單的想法 那但是數學是會慢慢進步的 那我們看看到後來 又進展到的實體 那當然在高斯的年代 複數平面的概念開始發展 那高斯跟阿剛還有維索爾 這三個人呢 我們奠定了這個複數的一些基礎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複數平面 這個複數平面又叫阿剛平面 阿剛圖 因為這個圖是他提出來的 那各位在這邊可以看到 就不同的複數 它可以指向不同的方向 那我猜在高中的時候 應該有很多人 他在學複數平面的時候 他是私底下他把它想像成向量 所以說這個複數平面呢 他好像可以 就是帶給我們 就是可以讓我們把數量跟方向 就是連結在一起 那假設我們用這種方式 來理解向量的話 那他就也是一樣 跟著迪卡爾的這個思路 不同的複數可以加減 也可以乘 他甚至可以有處罰 也就是說他進一步的 把這個迪卡爾在一圍上的概念 把它拓展到了二圍上 但是這樣的寫法 有沒有什麼不足的地方呢 當然有 他首先呢 他最大的問題是 第一個他只能描述二圍的情形 他沒有辦法拓展到三圍 那可是當時的科學家 他們有興趣的就是三圍 因為我們的生活的世界是三圍的世界 所以這一套東西 就是急著需要有人來把它推廣 推廣到三圍 那這就是接下來下一位科學家 他做的工作 他試著推廣複數平面到更高位的平面 再來就是 這一位就是我們在物理課本 或者是在數學課本都會看到的 哈密頓先生 哈密頓先生 他把複數的概念推廣 這是複數平面 他把它推廣到一個叫四元數的關係 他就是變成A加BI加CJ加DK 那也就跟複數的關係呢 是他本來從I2等於-1 變成了下面這個式子 他把複數的概念推廣了之後 他發現這似乎可以用來描述三圍的概念 三圍的東西 那哈密頓的貢獻呢 也不只這樣 它其實已經有了最初步關於內積跟外積的概念 因為你看到這邊是A 這是純量 後面是這個BI加C加E加DK 他在想說 這個東西在相成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分成兩邊呢 這個東西其實是內積跟外積的最初步概念 那這套東西呢 當年在歐洲非常的 可以說是有一段時間大家都在想說 我們怎麼用四元數來描述這些三圍的現象 那當然因為漢尼爾頓是英國人 所以在英國呢 也是應該說是最堅定的支持者 那我們都知道電磁學的大師馬克思維 他其實他也曾經想要用四元數來寫馬克思維方程 可是他們有寫出來的成果並不算非常好 這是為什麼呢 就是雖然說四元數他可以用來描述三圍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們看到像這個負評一樣好 這一套思路 他這邊有個file 這套理論其實比較適合描述旋轉 他沒辦法 不容易來描述我們直角坐標 就是我們高中學的那些項目 所以四元數的應用就受到了一些局限 因為我們想要在直角坐標下看很多東西 所以因為四元數對直角坐標的描述不成功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在學像樣的時候 不會很少看到四元數這個東西 那接下來呢 要講一下他的位 會不會 有時候看起來像是物理裡面的那些 sigmas, sigmay, sigmaZ 有點像 對 那你的意思是說它最初像sigmas平方11 對 那另外你說它最初的樣子是把它定成平方式負離 Sigma 平方式負離 這裡原間的這個 應該說它 因為它可能有一個 本體是一個轉動 所以其實它們的背後 一定是橫的意思 是怎麼樣 你說它原初可能定的是 成的I I sigma Y這樣的東西 I sigma Y 那個你說的是量子力學原文 對對對 Spin 那個 它可能是個表象 也可以這樣說 就是它們的背後的物理 因為它是 那個SO SO3 對 它的SO 它背後的 就是它描述旋轉 對 它背後都是那個群 所以是可以的 對 所以它原先的那個 是J5 對 可以可以可以這樣說 那等下 就是說它只是擴展了 這個 複數的概念到四元數 其實它可以繼續擴展下去 到8元 16元 16元 都可以 那其實 我們現在學到 當然我們會知道 其實如果在大學有學過說 我們像量 絕對不會是在三維空間裡面 就是說我們可以有高維的空間 那 可是當初的人 你像像哈密頓 像高斯 他們都在想要解釋三維的現象 因為他們腦袋裡面只有三維 他們會覺得世界是三維構成 那當然是誰把這個概念 可以擴展到更高的 就是 我這邊 格拉斯曼先生 請問一下 剛才那個 就是我們力學裡面的 對 而且你剛才講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提到那個四維式病 就是說 我們物理上講 我們做複數的時候 對不對 比方說我們做複變弄到I裡面 可是事實上我們算了之後 我們關心的還是都是那個十部的部分 對不對 那個序部 那比方說我們算量子力學波含數也是一樣 對不對 我們序部的部分 你算一算 也還是回來在十數 才會跟物理車上關係 對不對 波含數那是 沒有它定義的時候 就算算的會是十數 對 你還可以 因為那是八 對不對 所以我就剛才講 因為你剛才提到那個四元素的觀念 那把它拓展到高度空間 你去做運算什麼都沒有問題 可是你要回來實際問題 你還是需要實際的實況 就是我們類似我們 你還是關心的是那個十部的量 或者是那個量度 對對對 對不對 所以它可能在那邊沒有想好 所以不知道什麼擴充 對不對 嗯 應該說因為它 因為你說你說四元素 你要拿一萬一段 因為它本來是負的 如果你這樣定 那你connecting energy會變負的 那這就很奇怪 就是在它的架構底下 很難描述一些我們 很難描述一些 直角坐標的 對 對 所以才會說 馬克思威它 雖然用四元素改顯 馬克思威分成 其實馬克思威方程 一開始有三十幾個 因為它沒有相量概念 它每一個都要列出 分量 對分量列出 但它用四元素 其實也沒有說非常的成功 對 想問一個就是歷史上 就是說 牛頓好像比高斯造的印象 嗯 對 那牛頓他在寫他的那些 自然哲學術原理 已經開始用相量了 然後高斯剛剛講的 好像概念上也近視 好像還沒到 我們現在用相量的那種 概念 是說那時候還沒有代數化嗎 沒有解釋的表示 這個意思 我沒有看過牛頓原本那一本 但是我知道他用很多幾何方式去探討 但是 有幾何不一定有相量 對 對對對 但是就是formalism 就是怎麼樣 做什麼樣的數學結構 用來描述 像量 它能不能公理化 它能不能 完整的描述 我們三位看到的一些現象 對對對 那請問還有什麼問題 好那接下來我介紹一下 就是格拉斯曼 那這位格拉斯曼先生 他可以說是他提出了現代向量空間 用比較抽象的方式來提出來 那在他提著這個理論裡面 它就不在現代是三圍 它可以很多圍 像我可以到四圍、五圍、六圍、N圍都沒有問題 那格拉斯曼先生呢 他也提出了紫空間、維度 然後線性無關這些東西的基本概念 所以說格拉斯曼幾乎是他一個人創造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抽象線性代數的大部分的內容 當然他沒有很 他沒有公理化把它完整的寫下 但是他的著作裡面已經把這些概念都提到了 那當然他還有一個很大的貢獻是 他提出了一個叫格拉斯曼代數 那格拉斯曼代數 如果說在座有人學過微分幾何 應該都聽過格拉斯曼代數是什麼東西 那如果有興趣的可以去Wiki一下 那在格拉斯曼還有哈密頓之後 這兩個人提出了這些概念 那總是 那為什麼現在項量會變成我們看到的這個情形 那就要在這個 其實看這幾個人 所以呢 吉布斯還有賀維賽 這兩個人 他們在大概快要20世紀的時候 把哈密頓還有格拉斯曼的理論 這稍微的就是改寫或者是說創新了 他們就用了他們現在用的這個符號 其實就已經很接近我們高中看到了 就是XYZ的分量 所以說呢 所以吉布斯跟賀維賽 他就發展了向量分析這一門學問 那也就是我們在大一 微積分裡面學到的 T度啊散度啊這些理論 所以其實這些理論 比我們沒有那麼遠 都不到一百年了 那剛剛提到的就是 馬克思威方程用四元素寫並不成功 那是誰把它寫成我們現在課本看到的形式呢 所以就是賀維賽 他把馬克思威方程整理成四個 就是我們課本看到的形式 那可是大家可能會想說 剛剛的那個 像那個 我們剛剛提到的四元素啊 還有格拉斯曼代數啊 那這一派的想法 有沒有人繼承呢 也是有 那克里弗呢 他發展了一個叫克里弗代數 那他的想法就是 跟隨著四元素這樣一路下去 可以到更高的 這樣子 所以以上就是一些 像樣的一些 他這個概念力最簡單 當然有很多東西我們有介紹過 但是我覺得這幾個 可能是比較重要或者比較好理解的 也就是說 算說我們在高中學這個東西 我們覺得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他並不是那麼 不是說 不是那麼簡單啊 也是跌跌撞撞大家這樣走過來 那下面我們來介紹一下 現代對像樣的理解和理念 那我們如果在高中裡面學 這個圖我想在高中大家都看過 那兩個像樣可以這樣疊加 那一個像樣可以這樣乘上一個係數之後 再跟別人加起來 也就像樣可以疊加 也就像樣可以疊加應該大家都非常熟悉 但是其實 當我們在說 這是個下量空間的時候 就比如說二維或三維 我們其實你看這邊有一個二 它不是向量 這是一個純量 所以其實我們在講 向量空間的時候 我們要說 我們在這個裡面 它的純量是哪一種 所以說我們會說 它這邊的這個純量 比如說是時數或是負數 這一點是要講的 對 當然常常有的時候大家忽略了 那所以說 綜合這些高中學的 我們知道說 向量可以有加法 V加W 就兩個向量 做了之後 可以得到一個第三個向量 那當然它也可以跟純量去做成法 就好像這邊的兩倍的W 我成了一個 我這邊不小心用成粗體 這邊用成了一個純量之後 它會得到一個新的向量 這是我們高中在學的這些向量 在直角座標學的這些向量的 可以說是總結 那這也是一般線性 就是一個向量空間我們要求 那可是這樣子 我們在直角座標下 定義向量有個缺點 就是我們的應用範圍 就只能在直角座標 它沒有辦法 應用到其他的部分上去 所以現在對向量空間的定義 其實是比較抽象 就是如果你滿足一些條件 我們就說它叫做向量空間 那這些抽象意義呢 就像這邊 只要滿足這八個公里 我們就說它叫做向量空間 那比如說我們就可以想 比如說我們以前學過的二維 直角座標上面的向量 兩個向量相加 反過來加它也要是這個向量 那這邊是結合率 就是括號這樣 括到另外一個地方 再來就是說 有一個0 有一個0向量 還有就是要有一個反元素 讓它加起來是0 那再來就是跟存量 做這個乘法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分配率 另外這邊有一個分配率 那這邊的話是結合率 我想這個如果用高中的一些知識 來推斷的話 都會覺得說這是滿直觀 而且是也是跟我們高中學的 那些直角座標是相容的 那最後它要有一個單位 就是它有一個1 它有一個1 這樣乘以它之後 是原來它自己的分辭 那這樣請問一下 欸 這裡有學過學論嗎 有 所以我是不是記得這裡面的幾條 是不是就是你滿足群論 群論是比這個東西更少 對 比這個更少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向量空間是算一個群 對不對 你可以用群 它是一個整 向量空間 你好像有點麻煩 我記得這裡面的四五條就是什麼 對對對 X成一個群 它比群更嚴格 比群更嚴格 因為它條件更多 對對對 然後 然後 所以 所以說我們在這種抽象定義下 我們就可以很多東西 我們都可以說它是向量的 就不需要再 那個 拘泥於這個直角座標 我們高中學的那些東西 那我這邊就舉例了 比如像行矩陣 跟列矩陣 那這個其實跟我們高中學的很像 只是它用矩陣來代表 那想當然這個也會滿足這八個公里 那接下來就是說 像我們這個向量空間就可以擴展到 一些函數 比如說 所有次數小於2的多項式 那這邊課本它舉了兩個 比如說X等於它 Y等於它 那你想這些多項是 相加是可以反過來加的 那也可以做括號 那乘以一個存量也可以有這些性質 也就是說 所於次數小於2的多項式 我們也可以說 它組成一個相當空間 那再來還有就是 所有定義在0到1間的連續函數 那Sine就是說 這邊課本舉了兩個例子 就是Sine跟Y 那它在0到1之間都沒有爆掉 就是它都有定義 所以大家看看 可以去看看它有沒有滿足這八條 沒有任何一條 它不滿足 所以我們可以說 所以我們可以說 在0到1之間 所有定義良好的函數 我們就教它 我們都可以說 它也組成一個向量空間 這就是抽象的 向量空間的定義 帶給我們的好處 我們不用再拘泥於指角座標 可以擴展到更大的範圍 像函數就可以了 那課本呢 後面就會講到線性無關 也就是說如果說 那假設說我今天 我有一個向量空間 我抽了一些向量出來 V1到Vn 那假設說它線性無關 就是表示說它滿足下面的條件 就是A1 我在前面隨便乘一些 我在前面乘一些 細數 那我就得到這個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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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的AI 只有它是0的時候才成立 我就說它是線性無關 那這樣講可能有點抽象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現在我現在有兩個向量 一個P1一個P2 一個是E-1-1 一個是E-1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它是線性有關 還是線性無關 那我們就前面乘一個係數 A1P1加A2P2 那好 那因為帶進去 我們就可以解這個 連立方式的四 那我們解出來之後 發現A1跟A2都是0 所以他們P1跟P2 就是線性無關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大學如果有學過公術 或者是會學過這些 請問一下 我們剛剛講到了那個 線性空間對不對 對對對 那有沒有什麼理論 應該什麼理論描述說 兩個空間其實是等價的 我的意思說 比方說我們XY平面對不對 你利用E-0跟0-1 你就可以展開一個空間 對不對 你要證明它們isomorphic 要證明它isomorphic 對 你證明它isomorphic 它就是等價的 對 好了那接下來我再介紹一下這個生存空間跟基底 因為前面有提到說項量你可以這樣子隨便加 不能說隨便 就是你加在一起可以得到一個新的項量 也可以乘一個係數然後得到一個新的項量 那假設我今天有R一個項量 那我去用上面這些法則去做乘 然後再把它加起來 它一樣會是一個項量 所以我們這邊我們就說它的生存空間呢 就是把它定義成這個意思 就是我把它全部乘一個係數再把它加起來 這些所有的可能把它全部收集起來 我說這個叫做它的生存空間 那這生存空間我們就會想說 比如說我們以前學的二維空間跟三維空間 直角座標 直角座標下的二維跟三維空間 那我們如果說有這個生存空間的概念 那我們怎麼樣挑最少的數目 然後它可以直接生存整個二維跟三維空間 那應該大家都很清楚 比如說二維就是01跟10 那這兩個呢 這種數量最少 又可以用這種span的方式來生存整個空間 我們就把它叫做基底 basis 那在這次我直接截錄課本上的這個內容 這個就說 一群線性獨立的那個項量 然後它可以生存整個向量的空間 而且它是數目最少 那這個就像我剛剛舉例的 比如說我們學的二維跟三維空間 它就是0110 那如果是三維的話 就是001 100 010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基底的選擇不是唯一的 你可以選 你可以選你要的 但是 所以說 當你在跟人家講 特別是你在用舉證跟人家說 你的向量光景的時候 要跟他們講清楚你選的基底是什麼 不然的話 在計算上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這邊是 就是我舉個例 二維直角座標的基特 就不能再比這個更少 再比這個更少 你就沒有辦法完全的把這個二維直角座標 給整個寫出來 對 我剛剛問的問題就是類似這樣 我們二維的就是這樣 所以你是 你是不是認取兩個線性獨立的 它一定就可以當基底 在二維認取兩個獨立的 對不對 線性獨立的 它是不是一定就可以當基底 可以 應該是可以 可以 那你 我覺得這就看你怎麼轉換 你有那個transformation 對 那同樣嘛 三個就是要三個 三個線性獨立的 對對對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抱歉剛剛誤會了 所以最後 接下來課本呢 是提到了一些像內積 還有範數的概念 對 那在課本裡面呢 他說這個 我想 我們回想一下高中講的內容 我們高中講A.A 然後他會給我們一個數字 也就是說 當我們做內積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給了他哪兩個向量 然後這兩個向量 給了我們一個數字 也就是給我們一個存量 所以內積其實是 可以把它想成一個函數 我輸入兩個向量 它輸出一個數字 就是一個存量出來 那高中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學在二維的時候 二三 直到四五 我輸入了兩個向量 它要給我一個數字 就是二十三 那其實內積啊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向量空間的概念 是可以抽象化的 其實內積也可以抽象化 內積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定法 你不一定要用這種方式來定 它只要滿足下面這三條就可以 所以我的內積 我可以自己定一個內積 但是這個內積 一定要滿足下面這些條件 比如說 在課本裡面 它用小括號代表內積 我x.y 要等於y.x 那第二條呢 就是x.ay1 加by2 它要能夠分配這樣子 第三個是 自己跟自己的內積 一定要大於等於0 那這個 我們以前高中學的這種內積的方式 它有沒有滿足 這些 第二條少一個x 第二條 b的前面應該有個x吧 b的前面 前面 左號前面 等號左邊 b的前面 x.b b加x.b x.b 可是我是從課本直接看 它可能寫 x.y.b bx.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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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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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b x.b x.y.bx 那我们刚刚说这种抽象概念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了函数也可以当成像量 那函数怎么定义内极 对不对 那像我们这边我们就可以这样定 在0到1之间都有 刚刚有提到都有定义的函数 我就把它相乘然后到0到1做个积分 那我们看看这个定义有没有满足这三条 有啊 因为我把X跟Y导过来 它还是积分结果是一样的 那这个积分当然也是有满足这种分配 那自己跟自己做内积一定是大一点点 因为它是平方 那再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行矩阵 行矩阵我们也可以定义内积 我们的行矩阵 假设我们A跟B都是m乘以1的行矩阵 我们把内积就可以定义为 然后比如说A到B 我们就把A做转置再乘1 这样乘出来也是一个数字 那我们就说这是这两个行矩阵的内积 我可以请问一下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就是 不一定要0到0 如果是函数的内积的话 就是超 不一定 所以我说内积可以自己定 你可以自己去定 那这边是因为它0到1都有定义 所以你不积 你如果积到外面就没有意义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就接下来换到另外一个下一个主题 这边就是我刚刚提到行矩阵 那我用刚刚高中的这个例子讲一遍 就是假设我45跟23要做内积 那我就是把23先转置 然后再乘以这个45 然后就得到一个23这个数字 就是我们用行矩阵来写这个内积的时候 会看到的内积 那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一开始有提到高中的时候 所有向量都有大小跟方向 那向量的大小 也是一个要讲的一个主题 那它向量大小 其实在一般的新进代数课本 我们都会说它叫范数 就是norm 这个范数 这个范数其实是长 一种有点像长度的概念 但是你说那为什么不说长度呢 那我们刚刚看到 函数也可以叫做向量 那函数的长度你要怎么说 所以说其实也是需要这种词汇 来描述说 这个就是向 长度概念的推广 所以说那一样 那我们就用一个向量 它的 它如果有个长度的话 它一定要大于等于0 因为长度不能小于0 那如果说x等于0的话 那它也是会是0 那它如果 在我们学过的时候 刚刚学过嘛 如果前面乘以一个a倍 那它的长度也会是a倍 那这个就是后面是个不等式 后面这个不等式 就是有点像三角不等式的意义 那这四个其实也就是满足我们高中学的 反过来应该说我们高中学的那一套 其实也是满足了四条 那我们最常看到的定义范数的方式 是我们拿x跟x自己做内积 然后再做开根号 这是最常见的范数的 应该说这是最常见的方式 那我正讲这个应该跟高中的内容都很接近 那我就也是带过去 所以x如果你用矩阵来写 就是x的transfer 就是它的转置跟它相乘之后 再取开根号 如果x是它的话 那就等于它们 那我想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常数概念的推广 应该大家会有什么问题吗 对 就是刚刚说函数可以把它 当成是像样具写 那函数的norm的话 在比例上的意义是什么样的概念 比如说在几何上的 对 或是C5bb上 我们在学函数的norm到底是 比如说量子率选 你可以是probability 看你怎么解释 对 对 对 那你要用那个数学结构去讲它 那么负它 对 就是我们会先 就是我们那个 有那个英文才能够 对 好 那这些也是再介绍一点点 就是高中就学过的一些内容 就是比如说夹角 就a到b等于abcos data 所以这个cos data就是 就是两个内积在处理两个的长度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 有现场有人忘记这个内容吗 没有吗 那好 那如果说它们内积等于0 我们就说它正交 因为cos data是95 所以那有时候符号上 我们也会用x1跟x2讲垂直 其实它就是垂直的意义 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正交 可是它垂直 在直角坐标上 我们会说它们两个垂直 那但是呢 现在在抽象的意义上 我们就用正交来说它 那我们讲到的正交跟角度 课本最后面有告诉我们 那我们可能会想说 今天我们有很多像样 那这些像样不一定互相正交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它全部变得正交化 那这边就是稍微介绍一下 格拉姆施密特正交化是怎么进行的 那讲这个之前 比较非可选 讲这个之前希望大家思考一下 内积的几何意义 内积的几何意义 a到b是abcos data 其实你把cos data 我们前面移 变成acos data 变成b acos data 其实是投影长度 那b是被投影长度 所以说内积的意义有一个是 投影长乘以被投影长度 那我们看这个图 我们知道像样是可以叠加的 你当你做了投影之后 这一段不就是我们要的垂直于b的那一部分吗 所以说我a如果去扣掉投影过来的这个向量 不就会垂直于b 对不对 那怎么求投影向量 所以说就利用我们刚刚讲的a到b的这个内容 投影向量 投影向量不就是投影长 在除以被投影长 然后再乘以b的单位向量 诶不对 诶不对 我已经写错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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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是E,B除以B是E,就等於一個二乘,E是B,還是E 這樣的話我們把它推廣到K的向量的時候 K的向量怎麼辦呢? 首先我先挑一個向量出來 再來第一個向量我先挑出來 然後再來我用第二個向量 我用第二個向量先跟第一個向量做垂直 就用我剛剛說的那一套先做垂直 那現在這兩個向量就做垂直了 那第三個向量我再跟前面兩個向量做這件事 讓這三個向量都互相垂直 那第四個就跟前面三個 第五個就跟前面四個 這樣以此類推下去最後所有的向量都會有證交化 那最後的式子就是課本這邊所寫的 最後這是它的總結式 但它的基本概念其實就是我剛剛所說的那個過程 那最後呢課本呢有講到向量展開 那我們回憶一下也是高中的 因為我比較希望說用高中的一些學料一些東西 然後來做一些類比才會比較好理解 假設我們說一個向量是345 它其實是3i加4j加5k 也就是說我們這邊紀錄的是它的係數 假設今天我有它的一個基底 那我假設我今天已經知道基底是什麼 像這個是三維空間我已經知道我的基底的ijk了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用這些基底把它寫出來 那我寫出來之後 因為基底我已經確定了 所以我就只記錄它的係數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呢x就等於它這個就是它的係數 那在這邊還是強調一下說 當我們在寫矩陣的時候 真的要很注意基底是哪一套 因為雖然說直角坐標我們可能直接就會想它是ijk 但是有的時候不一定 然後呢所以我們在這邊再舉個例子 就是我們有了這個向量跟這個基底之後 假設我們有的時候特別在物理或者是開一些情況 我們會有說假設我們已經知道目標的向量 我也知道基底 那我要去求係數 那我怎麼求 那假設如果說這些基底都是正交的 那就會很簡單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只要在假設說我要求v2 我就把左邊跟右邊都跟v2做內基 因為v1跟v2是正交的 其他跟v2也是正交的 它就可以都去掉 那最後你就可以得到係數 那我們直接看一個例子 那這個我是用高中的符號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簡單 假設說我今天有一個叫做34的這個 那個向量 好啦那我已經知道這個向量了 那可是假設今天我想要轉我的基底 換一個基底來講它 那就是比如說我要換11跟1-1來描述它 那我怎麼知道係數多少 那好啦那我們知道11跟1-1是正交 那我就這個式子 左邊跟右邊 比如說我要求a 我就全部把它跟1做內基 那因為這邊正交嘛 所以它就是0 所以你就可以求得a是2分之7 對 那這個方法呢 就是有的時候在計算上是非常常用 那最後 那最後 課本的最後 真的是最後 所以我提到這個導空間的向量的概念 我們如果有一個向量空間 那它就會有一個兄弟 跟它是這個 跟它算是它的導過來 就是算是真的就是它的兄弟 我這邊舉就是 好啦我現在有一個向量空間 那我有一個基底是v1到vn 好啦那這樣子我要怎麼求它的導空間 那首先當然我們要知道導空間的定義 就是它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好啦那我這邊有一個導空間 reciprocal space 然後它的基底是r1到rn 它的定義就是說 我這個di 這個它的跟其他的 除非這兩個ij一樣 是1 跟它做內積其他都是0 這是它的定義 那什麼意思呢 就我們拿這個r2來看吧 那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r2跟其他的內積都是0 只有跟v2做內積的時候才是1 那如果我們用矩陣來寫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把導空間的向量求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 那課本這邊呢 它把這個v1到vn這樣列出來 那它只有一個數字 但其實它都是航向量 我這樣刮出來是 提醒一下 其實它都是一個航向量 然後我把導空間的也給這樣擺出來 那它可以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式子是 r的轉置矩陣 跟b相乘是單位矩陣 那下面解釋一下 簡單解釋一下為什麼 那這邊是剛剛的前面的一些資訊 我貼在上面 這樣到時候比較好對照 好啦 那我們現在 rt乘以b嘛 那我就把它這樣子列出來 那這樣子相乘 乘出來之後 我會得到一個矩陣 就是大家可以去對一下 這一行 這個字是不是r1v1 那第二個是不是r2乘以b1 r2的transpose乘以b1 這樣子乘出來 那我們放大一點看 就變成這樣子一個矩陣 那我們跟上面這個東西對一下 除非i跟j要一樣 其他都是0 也就是說 只有這一條對角線存活下來 而且它們全部都是1 其他的都會是0 那也就是說 我們就證明出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rt再乘以b等於ident 就是乘以定格單位矩陣 那只要再求它的翻矩陣 就知道r是多少 那我們就求出它的導空間 到底它的基底是什麼 那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其實問一下 不是固態裡面有經格導向量 對 然後做外機 對對對 以後來再長適當的長度之類的 是不是結果會跟這個也一樣 類似的一樣 對 比較gmf 對對對 一樣的 它也叫rescript 對 那個數字搞不好下去還跟一模一樣 只是它公司它也不一樣 對對對 我可以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說那導空間 我們除了在物理 物態物理比較長 就其他地方沒看到 就是說它的物理意義就是說 你經格 你原子 原子在經格裡面如果是在真正的空間 那你要一般我們要去定那個經格的結構 都是會用x-ray去打 那x-ray打出來會是那個pattern x-ray的點好像就是導經格的空間 對對對 沒錯 對 所以在那樣子 它一個是x 一個是p 對不對 p跟x就是一個在真實的空間裡 不為道義 對 不為道義 不好意思 那個 這個導空間的basis 是不是一定 它 你看 它是一定存在 而且可以不同於本來的basis 不同於本來的basis 不同於本來的basis 就是如果你都是自己 如果導空間出來的basis 跟自己是一樣的時候 那看起來是沒什麼意義 不會 不會一樣 不會一樣 不會 嗯 比如說你是拿一個上個座標 比如說就是簡單的 i-i 如果說你這邊的話 因為你的基底可以轉 你轉的就不一樣了 但你轉以後你到底不一定能力 到底不一定 那你就要求心了 是跟我當時選的基底有二 我選這個基底 然後去找它打不掉 導空間下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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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直角的話 你導空間是不是一定就是原來自己 對 對 所以要有角度的時候 斜的時候就會 因為我們這邊處理 我們就是剛剛有說到 不一定是直角出標 所以有可能 比如說量子力選 它就不會是直角出標 對 對 或者是像金格 我想剛剛講金格 應該也是一個方法的局 我們金格不是會有六角形的嗎 對不對 像六角形的 你就沒有辦法 用這種資料做標去寫 BCC好像Recipro 還是BCC 對不對 BCCRecipro 變成FCC 對 好像FCCRecipro 變成FCC 對 剛好反過來 對 對 對 好的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最後做個中間 請請請請 剛才有個地方 我忘記了 你說如果說三個都是正交的時候 要去求係數 就是直接動的 對不對 就是直接內積 它那個係數就出來了 對對對 這個是很 這是前面是不是 對 我現在有點亂解 如果不是正交的時候 那個係數 你是另外一個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你除了解連地方程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我自己碰到的情況是 你解出來 一開始它就是正交的 因為我們通常是會先有蒜子 對 會有先有蒜子 或者是 然後你解出來的那一整個 都會是歐殺的 你說記憶體一定是選歐殺的 對 因為通常你不選歐殺的 我是自己找麻煩的 對對對 對啊 所以一般我自己碰到的 看到的Case都是正交的 好的 都是把它弄成這樣 對對對 這樣也比較簡單 正交的就對了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 就算你不是正交的 你也可以把它轉成正交的 轉成正交再轉回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我想這個方法 反而我比較好說 有沒有什麼例子是 你選Bases 離子之間的正交 而且是函出空間 而且你還做 我剛才這種 recept local space 有沒有遇到過這種例子 你就在你的經驗裡面 就是它的 我知道你們常常會選 那個ident space 對對對 對 那有沒有你選的函數本身 根本就覺得正交 還有某種場 它是做recept local的這種space 有沒有遇到過 你的意思是說 我碰到的函數 兩個函數要做內集 然後不正交 對 就你選的那一集 這很常常啊 對對沒有 你先說好 你的函數的這個base 是本身之間不是正交的 而且你還做這個 擺行間 有沒有遇到過這種例子 有啊有啊 hysagonal那個就不是啦 hysagonal 就是那個 我們學固態物理裡面 選的那個 ABC的那個軸 如果說它是六角晶 那個是函數空間 喔你知道函數空間 對對對 函數 這我沒有碰過 我沒有碰過 我隨便問 對就不好意思 我沒有碰過 因為通常 你在物理裡面 我們都是 一個 哈密 那個 哈密爾鈍量 然後解出來 就是那些全部都是彼此正交 是 所以我碰到自己碰到的情況 是都正交的 是 剛剛你講的就是 自找麻感 如果不選正交的話 對 對 對 嗯 好 那 也就是說 現在我們進到最後 總結的部分 那總結其實也是目錄 Copy貼上 因為其實內容差不多 那首先今天我們看到了 下降空間的定義啊 然後也看到了信性獨立 然後深層空間 也是今天也是跟各位 就是想做個 因為這些內容其實不難啊 就是大家應該很多人都學過了 就是複習一下 高中學過的東西 然後再加一點點新的抽獎概念 那像假角正交 那格拉姆斯密特正交化 最後我們學到了展開 然後還有 這個可能就比較 最後稍微介紹了一點 導空間 那 這可能是 大家比較少聽到的 但是它的概念其實也很簡單 那 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還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可以提問 有問題是 導空間是 像樣是一定存在的 或者是唯一的 像樣是 你說像樣嗎 還是基底嗎 就是基底 基底轉成出來的空間相當 當然 它不是唯一 任何一個線上空間 你都可以轉回它的基底 這只是 基底固定的情況下 基底固定的情況下 可能它要獨立 獨立 不然 它就是它的Dual Space 對 它就是它的 對 它就是它的 對 它就是它的Dual Space 其實就是Dual Space 只是 這邊是因為它的成衣 然後特別造作高空間 對 對 對 因為我想說 它要取得Dual Space 主辦指針的時候 它如果不獨立 那個就是 對 還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對 今天所講的內容 我問一個 是分別的問題 其實 那個 Spending Space 跟那個 Dual Space 就是我不一樣 因為他們不是都是把說 我可以用一個 喔 這個 一個是空間 一個是對 那個式子 對 當然 一個是對空間 就是說 沒有 他們不是都是用一個 general的 function 對 沒有 expansion 說 我今天有一個 有一個 vector 我一定可以用基底把它寫出來 喔 對 我可以用它的基底把它 前面乘以一些係數 把它表示出來 那span的話 是說 我把這些所有的 message 全部收集起來 我叫做把它這個 整個東西 我把它包起來 我叫做span 對 那 這邊還有沒有人 有什麼問題 span就是像說 平面 一個平面所有的點 都發發在裡面 這就是span 對 那像 對啊 就像剛剛說的 舉了一個例子 像這個東西 我345 我可以用 10跟01 這個叫做expansion 那我也可以用 11跟1-1 那這也是一種expansion 對啊 那這就是 還有沒有人有此問題 好的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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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